男子蹲著掀開取物蓋 整個人鑽進去 徹著身子扭呀扭 拼了命往上鑽 伸出長長的手臂一撈 掉下來一個抱枕和一組玩具弓箭 他拿走 騎著腳踏車離去 過程全被錄了下來 短短8個小時 警察找到了他 找便去找嗎 找便去找 要怎麼找便來找 家裡是不是 偷來的髒物去了哪 原來他把他放在另一間 夾娃娃機台上方角落 放在哪裡 東西放在哪裡 好玩具呢 來 綽號豬哥的秋夕男子 過去也有偷竊記錄 這次逛夾娃娃機店 瞄到機台內的天竺鼠車車抱著 他覺得好可愛 於是心生歹念 取物機洞口長寬約二三十公分 仗著自己身高一百六十五公分 體重六十公斤 體型偏瘦弱 筋骨軟Q 异想天開 專進取物口偷竊 病理柔軟下腰的方式 硬將自己的瘦肉身軀 擠入娃娃機的取物口 竊賊喜歡想擁有 卻不想花錢夾去 竟然硬磚取物口 展現自己柔軟的身段 偷來市價約四百塊的產品 老德進警察局的下場 TVBS新聞趙麗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